大家好,今天是9月14日星期四 我們看看北水,北水開始要留意 這個平均線度下來了 即是說未來,北水可能會有走投的現象 特別是一跌下來,要看翌日,要升上多一點才行 現在不是,這個平均線度下來了 升上少一點,這個平均線度下來了 當然,我們要看看昨天的現象 不過,這個是需要留意 開始北水,有一點點是枯蠍 然後,我們先看看這些板塊 板塊來說,今天銀行做得比較好一點 電信服務會好,黃金一直都是好的 金術、礦術,始終這些是屬於中國來說 一定會有的需求 所以,這就是基本好 我們先看看個別的板塊 即是各個股方面 凡是大牛龜這些,就跌 沒有掛紙了,一定會比較差一點的事 就是中國海洋石油、遠洋集團 還有這些,這些很悄悄的事 還有一些神話、理想汽車 有些是支持 但整體來說,都是很一般 大師來看,似乎 應該在這裏來看,開始是橫行 保力的通道已經收窄 看看會不會在這裏呢 正應自是老師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很多人說 對著舞悄悄奱菌 每次都是悄悄奱菌 所以,就是這樣 基本的教訓就是 牛仔在悄悄TO秋菌出生 他悄悄奱菌有成功 在悄悄的時期 有空就找雜誌在電視機旁邊看看 或者是更好一點的 煮食一邊看看 又或者是尋求知識的等本書 不要等本雜誌一邊看到機 也好 再不適合就是不要看機 下雨 沒有雨你先出去走 有雨你不就在戲劇樓底 裡面找個咖啡廳坐下來想看 就完結了 秋風秋雨是差一點的 好了 今天可以有什麼股票留意一下 中國電訊 中國電訊7月5G的套餐用戶 增加了329萬戶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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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